出太阳了 每一年的双十一都越来越早 今年是10月20号 就开始付定金了 怎么都没有抢到 人太多了 心里不平 感觉是省了吗 然后我又很愤怒的 就把这些钱去买其他的东西了 买了什么 看到什么就买 太离谱了吧 买了没有买很多真的 我不会买很多的人 我也是会很克制 整的我有点害怕 自从我用了一次性内铺以后 我真的觉得它在秋冬天跟出门旅游非常的方便 泡面 居家人泡 宅女怎么可能没有泡面呢 我懂得不打 火灰 哈喽,上次我买的东西,你吃了吗? 我这次是随便选而已,我就要试试看这个集运公司怎么样 哦,你在那边选选好,然后你再寄了 可以再寄了,如果你要 哎呀,下一次再给他们寄好一点 所以下一次呢,我也是会用这一间 Nok Express集运公司 刚好双11也要接近了,如果你错过双11,不用紧 还有双12,可以扫这个码,直接进入这个小程序,享有10%的discount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这一次用的这一间Nok Express的集运公司 整体给我的体验来说是非常的放心贴心 重点是我觉得它的运费非常的划算合理 首先呢,打开Nok微信小程序,短暂的注册一下之后呢,就可以开始你的淘宝购物体验了 首先打开你的淘宝,一定要把你的默认地址改成他们的仓库 等你要购买货品发货了以后呢,它会有个订单号在淘宝那边的时候 这个步骤呢,可能会比较花时间,如果你买比较多东西的话,你要把你的每一样的包裹的信息都填到这个小程序里面 这个步骤虽然比较麻烦,但是对比我之前用过的集运公司来说,这个算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它已经把你分类好,copy and pass你的订单号,写下你买什么东西,价格多少钱 是敏感货还是什么货,贴完之后,你可以不要用淘宝去查你的物流信息了 重点来啦,我觉得它比较贴心的地方呢,就是当你的包裹送到那个仓库中心的时候 它会特地的帮你拍下你的包裹的样子 这样子呢,可以查看你的包裹有没有破损的情况,对比这些货到底有没有遗漏 OK,接下来就等你的包裹都到期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提交订单 像我的话,买的大部分都是敏感货的东西,所以呢,它就把我安排了空运 但是呢,它这一间呢,就非常的合理划算 像我之前用的那个集运公司,如果你的包裹的重量是4.3公斤 它会自己帮你绕奥多0.7,变成5公斤 我的0.7的那个公斤的钱到哪里去了? 哇神吃俭用 但是这一间呢,它就不一样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一次记的话大概4.05公斤重 除此之外呢,它可以任由你选择当地的,你比较信任的快递公司来运送 等这一系列操作完成以后,你简单的付款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微信支付啊,online banking都可以 之后呢,你就可以乖乖的等你的包裹送到你的手上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家人收到的包裹的现状 然后泡泡纸也用的非常的不吝啬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试用这间集运公司看看哦 OK 我们继续开箱 看你开这个盒子是真着急 你的技术怎么可以烂到这个程度了 这是热干面 啊,怎么有这么多酸豆角 这是送的吗 你没有吃过热干面是吗 你没有酸豆角吗 白痴了你 这个我还没有买那个大家推荐的什么菜铃剂 我先看一下这个好不好吃 这个零食我不知道大家吃过吗 但是这个零食我在马来西亚是经常买的 我喝过的是这个旺幸福 还有这个是旺桃花 旺桃花旺幸福都可以想要扎是什么情况 我们吃热干面的时候可以边吃边喝 清理清理干净快点 没有出面我就看家里有什么面就用什么面 一定又会有人说 啊,你们做的一点都不正中了 所以才不好吃 闻起来是很像的了 不想健康吗 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它的麻酱味 嗯,穿豆角可以 不想买什么菜铃剂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 我就看底下评论说很正宗啊 你就随便搜的 不是别人说的 不是 那你跟哪一瓶麻酱和辣酱放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们家没有啊 有啊 没有 麻酱丸呀 没有下厨还很自信的说有有有 臭绝奶 不要吃了 我感觉这次双11没有买很多 我不是说我抢不到吗 我上一次618买的东西还在 双11618这个东西没有必要 就逼在这个时间狂买 就你看直播你会很容易买一些自己可能用不到的 不需要用的东西 像我虽然是最近买的东西 但是我并不是因为双11太买我只是恰好需要一个手机壳 然后需要一件卫衣我才买 有人说就是双11其实是卖家轻货的那段时间 因为年尾了 下一年要出新品的他这个旧品的也要赶快把它卖掉 当然作为消费者如果你不追新品的话其实也无所谓 恰好这个时间需要这些东西的话你可能真的可以买到便宜 如果没有特殊的想要买的什么的话 其实我是不会专门凑在这个时间去买什么的 这个就是上次买的肉骨茶 Giao才薄 闻了一下味道觉得有点葱 不知道煮出来味道会怎么样 已经炒了一下 好 好 好 很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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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